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家吃饭 追剧饭馋别着急 剧中美食教您做 你可以把这里面的面复刻出来 包在我身上 狂标同款猪脚面 街头抽屉肠粉 看大厨为您破译美食密码 干 喝一个口汤 擦一回嘴 汤汁很浓稠的感觉 去不了有风的地方 也要试试同款鲜花饼 馅是鲜美软弱 香酥不甜 咱们今天做是纯粹是鲜花啊 敬请期待 本期回家吃饭 现在这个剧 里面这个美食元素太深入了 你这干嘛呢 我看剧 你看人家吃的那面香不香 这关开不行 我给你做好不好 你可以把里面的面复刻出来 包在我身上 那您做啥呀 去有风的地方 我来做鲜花饼 这些皮肠是不太小的 这些皮肠是不太快的 是不太大 这些皮肠是不太大 是不太大 这些皮肠是不太大 在这皮肠是不太大 是不太大 这些皮肠是不太大 一切皮肠是不太大 我现在也负草的皮肠是不太大 那这 咱里面请吧 可以啊 来 走 走 走 这 和上 来 这边 这边 来 这边 这边 大厨来就是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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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头请 前头请 我们正式的给大伙打一招呼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的大厨李强 我是北京面点大厨高福亮 你演规矩 对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美食 就是电视剧里的美食 在这方面比较就是钻研这些 那我今天就提这么几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呢 必须得跟影视剧里面十分接近 第二点 在家里面容易复刻 这是肯定的 简单易学 那咱们先到广东 先到云南 好广东来吧 来猪奖面 好嘞 说实话 我在看这电视剧的时候 还真就被他们吃面的这个镜头吸引了 一个我就觉得人家吃那个 吃凉花 吃凉花 很香 后面香是真好吃 对 你们看剧呢 可能就是看剧情 我是看美食 要开始了 来走着 你看到了吧 猪蹄大不大 咔 咔了 他猪蹄是不是 直接拿筷子 直接夹到嘴里面立马就吃了 对 这么一点猪蹄很软了 这是一个线索啊 我们接着看 接着看 哇 你看 看 你看看 喝一个口汤 擦一回嘴 就汤汁很浓稠的感觉 哇 汤头要浓郁一些 第二个线索啊 关于汤的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看 看好了没有 这个面 就是我们广东的经典的碱水面 我们就照着这三个线索来 今天的食材呢 我们必须得准备一个猪脚 这个 等一下 有一个问题 你把这叫什么 北京是一盘叫猪手 猪蹄子 是吧 您叫什么 广东人呢 前腿叫猪手 后腿呢 它就叫猪脚 这个呢 猪蹄呢 我们把它给一开 需要加工 先把它给放平 把它给切开 因为切到这后面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骨头 好 砍的块头稍微大一点 哦 大概三指宽啊 好 我们猪脚砍好之后呢 接下来要先焯个水 够了 冷水下锅 目的就是去它的那个新山味道 对 然后呢 我们也要准备点去腥三件套 姜 葱 还有葱 对 让在锅子里面 还差一件 还有一个白酒 加上盖的 中小火给它煮开就好了 因为这个猪脚呢 它是属于我们很有名的 叫龙姜的猪脚饭 它这个片子里面呢 我看出来 它是卤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种软弱的 它就是按照这个猪脚饭的 那个制作方法 让它的肉很脱骨 哦 对对对对 这些卤料呢 我们会准备一些洋葱 还有大蒜 对 还有生姜 哦 要用油炸一下 炸一下这些 哦 葱和蒜 葱和蒜 对 用中大火呢 把这个炒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解析 电视剧当中的 那个猪脚面的 灵魂第二步 它是浓汁的 嗯 浓郁的 而且它那个卤汤 嗯 要卤很多次 你假如这一次 卤好的汤汁没吃完 没事 下次加回去 这个汤越卤越浓越好吃 对 然后一直传到下一代 哈哈哈哈 有点夸张 有点夸张 我们可以加一些虾皮 一小撮就好了 出香味 对 刚刚要出香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倒出来 你把那个倒在那了 对 我们炸好这些葱和蒜之后 就开始炒一下冰糖糖色 好 我们把它给倒进去 用冰糖 我们少放点油 好 我们慢慢把它给炒化 炒这个还点注意 这个颜色不能炒过了 好 我们现在 快了快了 现在很关键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准备一下 开水 反正我是不会力那么劲的 我害怕 三 二 一 好 好 你是不是也有点害怕 那大牙 因为你刚 你吓得把我给吓住了 把他给倒在一个小碗里面 你说这碗肯定小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猪脚已经水开了 这证明它已经穿透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已经穿透了 您看这个猪脚焯得怎么样 非常好 这个有伸缩性 咱们一看 基本上还是三只 好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过一下凉水 这样就可以 可以瓢去一些它的那个意味 这个猪脚呢 我们把它给洗去外面的一些浮沫 雪沫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把猪脚放在锅子里面 一般的带骨头这边呢 向下面 它也不容易扒锅 这个时候呢 我会往里面加一点点香料 但是你凭什么说完电视剧里面就用的这些 根据我们广东常用一些香料的一些习惯 哦 对 比如说这是 就是花椒 两片的香叶 嗯 去腥的花椒 花椒 沙姜 然后呢 还有桂皮 桂皮呢有点大 我们掰碎一点 还一小片就可以 还有一点点的陈皮 那个切好的新鲜的姜片 对 还有这些 看看有油炸过的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给放进去啊 嗯 你看这些油脂还是蛮大的 哇 对 看着就好香啊 我们加一点花椒酒去腥 现在我逐渐能够感受到 就是那个香的在那一直抹嘴的那感觉了 对的 对的 这个颜色它有点红量 嗯 好在这个的时候啊 加这个红蛆粉 让它出颜色 李强大厨真的是认真做了功课的 为什么 那个红量是来自于两个颜色 一个是来自于糖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于红蛆粉 不是寡淡的红了 对对 然后这些焦糖 焦糖的汁 呃 我们这个时候还有 加了一个冰糖 冰糖 对 你把冰糖糕牛丸了 好 好 我们把它给倒进去 用冰糖 行吗 砂糖 对 行吗 可以的 砂糖不如冰糖效果好 如果您在家没有冰糖 也可以用砂糖代替 那刚刚我们把那个冰糖全部炒掉 就是说拿点糖来掉就先 嗯 我们可以给点生抽 嗯 对 生抽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老抽也给点 嗯 上色 因为老抽还有一种酱香味 这个时候呢可以往里面加上开水 嗯 水呢一定要多一点点 大火把它给烧开 对 多长时间 最少的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那咱们就等它好呗 对 我们一个半小时后 嗯 继续 好了 我们时间上已经差不多了 嗯 这个主题我们看一眼 哇 对的 我们夹起来夹起来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啊 对对对 嗯 来夹一块 是吧 颤颤巍巍巍的 嗯 一看这个颜色 口感肯定非常的好 对 现在的猪脚已经炖烂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火 下面条 竹生面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对 特别好买 没有竹生面不要紧 如此香浓的卤猪脚 搭配什么面都好吃 我们水烧开了啊 嗯 登 等一下 哎 作为一个剧粉 我也是做了功课的 哎 我呢专门在网上查了一段 演员张颂文 然后人家发了这么一段 说这面怎么做 来咱们听一听啊 他这么说的 广东的猪脚面做法是 先炖好一大锅猪脚 然后现场把面条放进大锅的废水中 抄熟面以后盛进碗里 然后再咬一小份熟猪脚进去 因为他带了猪脚里的汤汁 所以这个面就有了肉质的香气 正宗的狂飙同款猪脚面就出炉了 来吧来吧来 尝一尝尝尝 尝尝尝尝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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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常好啊 咸鲜 然后微甜口 对 在嘴里就是那个沾嘴的 满满的胶质啊 所以你吃完之后 你要抹一下嘴嘛 很幸福的味道 我现在想进入电视剧里面的那句台词 我能不能再加一碗面 我好像还没吃饱 不能再要一碗了 没有了 真的 猪脚面 先炖好一大锅猪脚 然后现场把面条放进大锅的沸水中 焯熟猪脚面以后 盛在碗里面 然后再咬一小份熟猪脚进去 滑重点 卤猪脚 是加入提前炸好的料头 味道更香 刚才我们看狂飙吃猪脚面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去有风的地方吃鲜花饼 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热播时 看剧同时 也掀起一波鲜花饼的制作热炒 但饭团都反映容易翻车 今天高大厨就带来 在家也能轻松做的鲜花饼 宇宝们 香不香 这个其实在家里面 我觉得是挺难做的 这个今天咱们做的这个鲜花饼 大家一看就会做 非常简单 那得 那咱们就上道具开始做吧 好啊 来吧来 高大厨 您捧着这么多的玫瑰花 您送过老婆吗 要说起来 我挺欠老婆的 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人 在过去一般没有 不怎么讲那个 第一回捧回玫瑰花 是拿它做食材 不是送给老婆 对 这是任何玫瑰花都能做吗 不是 这是专门云南特有的 实用玫瑰花 下面咱们就开始制作 首先咱们要开酥 咱们是准备两份面 一个是皮面 一个是酥油面 咱们每份都是125克 好 因为咱们做的比较少 油也是两种 一个是皮面的油 还一个是酥心的油 大概什么比例呢 这个是70到80克 这个是25克到30克 这个水面咱先挖个坑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比例 这个很关键的 首先咱们要把油面 混合在一起 搓油酥 我之前就是用了 普通的和面的方式 咱们揉 那不行 必须要搓 把油搓在面里头 猪油做这个 它还有一个 起酥的感觉口感好 还有一个它白 但是咱们家里做 你没有猪油 也可以使黄油 酸辣油都可以做 油火面要搓匀搓透 开酥时才能起酥 且层层分明 这酥心就搓好了 放在一边 这步开始和水面 软硬的程度 和咱们做烙饼的面 就差不多 一点点加 对 要分次加水 软 对 这个面必须要软 你这样打开是什么原因呢 让水和面更好的融合 达到口感酥香的效果 咱们水油面里面 还要稍微来一点白糖 咱们不会摔的 就可以这么揉 会摔的像我们行话里 就这么一摔 使面团醒发更快 更有光泽 对 光了 咱们这个面就和好了 然后在这醒一会儿 这步就开始要做 这个鲜花饼的馅了 首先咱们这个鲜花 只要要半了 这个梗是不能吃的 对 那我帮忙 第一步咱们先要用水洗一遍 咱们这个鲜花是100克 水给挤掉 但我有一个问题 您说 就是您去过那个有风的地方 我虽然没有去过去有风的地方 但是这个鲜花饼 作为我们面点师来说 都会做 因为这个鲜花饼的历史很悠久 它是在清朝末年期间 就有这个饼 第二步呢 咱们就把这个100克的 这个砂糖要放进去 咱们用手来搓这个花 把这花啊 也要给它搓烂了 要不然的话 咱们这个馅啊 也不成团 恰到好处的揉搓 使花瓣散发香气 容易成馅儿 基本上搓差不多就行了 第三步呢 还要加一点蜂蜜 都是增加它的粘性 我们还要加一样东西 糯米粉 糯米粉呢 是咱们自己炒熟就行了 一般50克左右就行了 这炒过的面粉有种 就熟了的骨类的香气 对对 就爆米花呢 就感觉 基本上咱们这个馅儿啊 就成了 只要爆团就行了 咱们呢 我们就可以得给它传成小团 伯伯们 这个方法就参照咱妈传素丸子的方式 对 素丸子 对 咱们这个馅儿已经做完了 下一步咱们就开酥 拌得上撒点面粉 然后把咱们和的水油皮这个皮面水面呢 搓成长条下劲 咱们这个做法呢 小酥子 是小包酥 哦 这边是油酥 对 这边是油酥 咱们下好劲 这会儿呢 咱们先把这个一个一个的要把它都包上 用水皮包油皮 对 就跟包豆包这种形式 这个我们做完以后呢 第二步呢 我们要用上擀面粉把它擀了 擀成一个长片 然后再给它卷起来 咱们这种呢 在家里做这个是很简单 然后再这样 这样做可以让酥皮有更多的层次 一口下去酥的掉渣 这步呢 就近似圆 咱们擀包子皮似的 咱们擀什么都要擀 擀圆皮啊 咱们做这个呀 因为要包馅 这个跟圆没有关系 主要是为了给它擀薄了就行了 这样基本上就行了 下面嘛 咱们一起呗 来 包吧 包上以后 咱们用这虎口 这个手按着这个馅 然后收口 这么攥 揪掉 对对对 面头揪掉 揪掉 然后呢 你看 这活活也能干嘛 这就正行吗 这样 没问题 真行是吧 收手它放下面 你们俩包的也是非常好啊 这一步完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摁成丙形 摁扁了 来 我用一个 完了以后呢 像这边上 咱们牙签扎着它 放上去 对 因为烤的时候 如果说不排气的话 它非常鼓 现在做的这一步扎眼 如果不扎的话 它容易皮就裂了 细节上很多的 最后一步 干啥呀 要给它盖上一个印章 哇 呦 哇 那个什么 烤盘 烤盘 我去拿 新花饼在烤箱里面烤着 得一段时间啊 那咱们再来一个电视剧同款 特别红的那个 哪个 就是那个早餐他们吃的 广东人要吃 肠粉 对呀 好多剧粉追剧的时候都表示 看狂飙 产吃肠粉了 其实广东常见肠粉 窝兰拉肠粉 和布拉肠粉 还有剧中的抽屉肠粉 之前我们回家吃饭 曾经做过布拉肠粉 今天 李强大厨将教您在家轻松做出 家常版狂飙同款 抽屉肠粉 然后呢 我也认真地做了功课了啊 人家里面做的那个叫什么 抽屉肠粉 对呀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锅 哇 还真大 看看李大叔能做吗 必须得要拿下呀 抽屉 抽屉没有 没有 你咋做呀 给我一个盘子就行 盘子在哪里 我去找 你找找呗 你看哪有啊 这边就是我们家的摆盘的区域 你看看 好漂亮 圆的盘子 各种盘子都 你挑挑呗 这圆盘行吗 圆的不行 要方的 上面那个呢 哎呦 这个应该行了 这个有点稍长 但是试试看那锅 我放下来 是吧 行吗 就这个吧 就这个 试试呗 还可以的 可以是吧 对 但是我看人家那个抽屉肠粉 那不锈钢的材质那么薄 这个盘那么厚能行吗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 先把盘子蒸热来 哦 预热盘子 这个厚的话囤地慢 但是我先把盘子热起来 问题就解决了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调馅 好了 我们先把这个肉 往碗里面倒 接下来我们要调个味 先放一点点的盐 糖 胡椒粉 生抽 搅拌上劲 吃起来更滑更嫩 好 这个时候呢 往里面再加点水 接下来做什么 接下来呢 调粉浆 调粉浆 我们这里面有两种粉 没那么白的呢 是粘米粉 我们大概占70% 粘米粉也就是 所谓我们北方的大米粉 对 米粉米粉 我们来点凳面 可以让它更有劲 但更通透 加进去 这个时候呢 加水 慢慢的一碗水 再加这个碗里面 30%左右的 我们就目测了 不用测 1比1.3 对 1比1.3的比例 搅拌均匀 充分 对 好了 我们这个米浆 基本上已经调好了 再打一颗鸡蛋 搅拌均匀 好 我们前几准备工作 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来给你 开一盖 好 这个盘子已经热起来了 好 放下来 盘底 先抹一点油 这会儿大概一点点就行 然后呢 来一点粉浆 粉浆记住 不管你什么时候下去 都要先搅拌 使用它盛点 对 它特别有盛点 搅拌一样搅匀 我们大概半勺的粉浆 弄到平 先加点肉米 肉米加进去 鸡蛋 加进去 好 上锅蒸 多长时间 大概三分钟 三分钟 别太久 对 好 我们的鲜花饼呢 也差不多两三分钟的时间 基本上可以同时出锅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目光 所有的现场机位 往那儿看 试试看 好了吗 好了 三 二 一 开锅 哇 哇 非常紧张扶起来 来来来来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啊 对 现在到目前为止看着还是比较晶莹剔透 但是它能不能起下来之后 你应该我懂吧 你懂吧 我懂 嗯 哇 确实是这瓜边小了 不然特完整啊 嗯 这个最后呢 我们要加上一点点的蒸鱼纸油 非常好 哇 可以吧 呦 鲜花饼也好了 对 好了 那我们准备长菜吧 可以啊 来来来 来来来 去拿一下 嗯 来 来 哇 我们看一看看一看 其实哇 你看它这个酥皮 你稍微一捏它掉渣的这感觉 对 很酥的感觉 哇 我们掰开看啊 馅是鲜美软糯 哇 香酥不甜 哎 糖分这么少 嗯 但是鲜花的香 然后呢 还有那个酥在嘴里 还有那个糯米粉的糯在嘴里的 那个满足感 嗯 嗯 咱们今天做是纯粹是鲜花啊 满足 很幸福的味道 真好吃 太好了 我们尝尝肠粉呗 好 好的 来来来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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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就说这个粉皮啊 是晶莹透亮 这是一个 还有它这个 就是说这个馅料 嗯 非常的嫩 嗯 嗯 然后加上再配上这个 尺寸 嗯 吃完了以后 又是鲜 很鲜 还有 用广告按 好好吃 好好吃 嗯 嗯 我们有时候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觉得里面美食特香 你想复客 然后你不知道 从哪个地方下手 那么今天其实给大家来的三道 然后呢 在家庭厨房可以简单复客 对对对 就是咱们以后可以边刷剧 然后边自己吃 自己做 我觉得这个事最成 是吧 准备好一块油面 一块水面 可食用鲜花 用糖杀出水分 制成馅料 团成小丸子状 包裹上油面和水面后 送进烤箱烤熟 鲜花饼就做好了 划重点 鲜花饼进烤箱之前 要用牙签扎几个小眼 这样鲜花饼不容易爆裂 长粉 将调好的粉浆均匀地铺在盘底 再放上喜欢的配菜蒸熟 滴上料汁即可 划重点 盘子提前上蒸锅预热 这样做出的长粉更容易成型 我在外面的餐厅一般 吃不到好的鲜花饼的原因是 它们的那个酱就感觉没有那么鲜 然后用量没有那么的实在 你总是吃到了很多的这种添加剂 跟很多糖 咱们这没有 没有添加剂 待会看我制作 有一味添加剂 什么东西 您的爱心 对 好气 洗手 有没有添加剂 热熄呢 上来 很有风味的